员工人数是包括业务跟内勤人员吗 对啊就是像你要嘛 也就是从成本概念走 一般来讲有两个 也就是说人力用员工人数 那你的不然就用像固定资产 那如果你今天用成本走 就是人力资本 人力的什么人力的费用 还有一个营运的费用 对因为人力费用是我们最多的 对啊就是人力的费用跟营运的费用 那如果你用 刚刚他用的方式是人力 人力的话就是员工多少人 还有你本身的这个固定资产多少钱 固定资产多少钱 这个都可以啊 一般这很大部分都是用这些东西资料 那只是收入来讲话 因为他餐厅比较配向是一些他的房间跟餐厅嘛 那你的话我会为什么会想说把收入 一般正常你只是一个总收入 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分出那个 各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地方的收入 这样会比较了解那个每个地方情况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跟大陆是做比较久 越南他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他刚投入而已 所以如果我不可不可以只有先做台湾跟大陆就好 越南的这一块先不要做 收入只要不要只有一项 收入只要两项就 因为我们这种方法都是属于多投入多产出嘛 所以至少都有两项就OK了 好 OK好谢谢老师 来 一般我们的处理方式有几个 一个来讲话是说 因为你是个别公司嘛 个别公司来讲话 题目上我们大部分都不会把它秀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来讲话是你在讨论的时候 来讲话 如果不想显示那个真实资料的话 那我们常常 因为我们如果去跑效率 跑完的结果根本不会有那个 原始资料 那重点来讲话是说 其实 你要看你怎么显现 有的来讲话是把那个原始资料 去处于某些的 某些的值 或起任何的 方式 起log 然后什么一大堆 就把它掩饰掉 不会看得到那个真实资料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不放心 有的人还是会猜得到 那唯一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原始资料 都不写 你都写结果就好 就你会少掉那个我讲过的那个4.1 就是 资料的说明那个部分 你可能就不要 我看着看看 那我们是在买到白争, 你看着流产的 我看着流产的 三點叉叉,什麼意思?就是三點 一般很少用XX寫這個東西,一般要嘛乾脆都不要呈現 因為我們跑出來結果根本不會有那些數字 那第一個是說,因為我們跑出來就是效率值而已 所以我們不會有那些資料 所以很多人來講把原始資料根本就不提,因為怕公司 那第二種是說,我乾脆來講把原始值都把它掩蓋 那都只做一些平均值 原始值我看不到,我都只是用一個平均值 譬如說60的平均或什麼 那如果這樣還基本上可以過得去,那就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還過不去,就真的都不要寫 好,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還有沒有其他同學要討論 你看到是沒有其他同學 那是沒有其他同學 那其他同學都還沒有 是那個電子支付跟那個電子票券 兩法合一之後的一個分析 但因為我目前還在思考說比較具體的 有可能是比如說新增的一些商業模式 或者是風險管理之類的 具體的要寫的內容我還沒有想法 但是我目前是可能往這個兩法合一 就是電子支付跟電子票券 兩個法律合併之後的那個模式做一個探討 這是我目前的方向 我就是這兩個的合一出來 你要去討論他們的一些相關的方向 但是還沒有特別的什麼方向 對目前是這樣 然後所以因為我另外一個比較 比較在思考就是理論上 這應該是做一個直化性的研究 但是研究方法論我還在想到底要用哪一種比較合適 對 直化的話一般正常來講的話就是因為 因為這一門課尚老師有談過 有提到一些 對啊 我覺得就是直化的部分他會比較有經驗啦 就去討論那個尤其兩個基本上就是在支付這些的一個合併來講的話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優點切點 那從哪一個角度去切 包括就是說你覺得說應該從風險到底這兩個合起來的話 風險的狀態到底有多大 那本身在分析的角度裡面怎麼去切說 怎麼去評估風險 怎麼去討論這些東西 那直化的東西基本上就是一個說明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直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說 你怎麼樣引進祭典去把這個內容寫好 而不會有很多抄襲的狀態 比如說引了哪些的條例 那這些條例也講的話 在國外是怎麼樣 國內來講話是怎麼樣 那為什麼來講的話 我在台灣是比較合適的 那國外引進的這個優切點到底是有哪些東西 那唯有這些的國外經驗 是不是這些的優切點可以適用在台灣的一些情況 那也是一個什麼 一個引述 這種叫做一種 我們叫做一種直化的一種分析方式 那當然這種直化分析方式來講的話 為什麼是說 我們念商的來講的話 其實在寫的話困難度比較高 是因為說我們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架構來講的話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像唸華裔的人 他們早期有這種訓練 所以他們寫起來就會比我們強很多 所以這也是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為什麼不太敢 指導那個直化的東西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畢竟 我也看過唸華裔的人在寫這個東西 那個根本不是我們想像 他會覺得我們寫這些東西根本都不像 是一個那個一樣 就是 就是很多有人訓練過個案研究的那些人也會寫得比較好 會比較好 所以還是都聽聽尚老師的概念吧 看看有沒有一些突破 那目前我知道 EMBA這邊來講的話 比較厲害應該是尚鋒漢老師 那早期還有翁老師 翁萬輝 翁萬輝現在已經不指導了 所以也沒有那個 那像沈大白老師也會指導一些啦 沈大白也是 不過基本上尚鋒漢老師會比較強 因為沈大白老師是做風險 如果你對風險有興趣 應該可以找他投入看看 他要的東西都不多啦 他只要有一些想法 是他比較在意的 所以你可以去找那個 尤其你因為這些電子支付什麼 又是沈老師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會建議你去找一下沈老師 看看他給你什麼樣的建議 他常常很多想法 想法就讓你有一些突破了 好 現在請問一下 因為好像論文裡面都會提到一些理論的基礎 那像這種兩法和一種法律面的理論基礎 大概有可能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這也就是我講過 就是說你這種電子支付這些東西 說實在話 我為什麼剛剛講到華麗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個看起來是比較偏華麗的 這個還比較不是像我們一般個案研究或者職化的概念 因為這種電子支付還有電子這些概念 我覺得大部分的學法都會從那個華麗面去做 那如果你不從華麗面去做的話 那你就要去想說到底要講話 這兩個的合併的方式裡面對產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要從產業面去分析 這樣會比較跟我們念EMBA講話會比較像 就是你可以從風險評估說 因為對整個產業的風險有什麼樣的影響性或什麼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會比較容易 不要從華麗面 因為華麗面 你會陷到很困擾 好 謝謝老師 我覺得我的建議是找沈老師 沈老師有很多想法 尤其他是風險評估做的最好的 他也不會很在意說一定要用什麼樣的方 就是那種什麼非常強大的一個方法在做 那一般你剛才提到就是說 方法上來講的話怎麼做 一般其實你只要找到一些文獻 就是你那兩個關鍵字打進去以後 那就找一下文獻 只要把那個華麗的劈開以後 應該就可以找到一些相關文獻 就會有理論概念出來 好 那都會提到 提到這種理論性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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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有嗎 還有 五位都有談過了 那 剩下的 那個什麼 楊佳晶是吧 有要討論嗎 老師 嗨 我的那個 上次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題目就是講那個 疫情下 對於中小企業的那個影響 我這個禮拜有去思考 就是說我可能會整合 譬如說兩三個產品 然後來綜合一下 因為對於這個疫情的影響 一些國家 譬如說對於進口的減少 然後我在碰大陸出貨的時候 我面對一些問題 我就是想說 縮減在一兩個產品 然後集中去思考他們的影響 然後再從這邊去做一些發展 我不知道這個方向 這樣的結合會比較說比較 不會說把這個方向做得很大 很複雜 你是說對什麼樣的中小企業影響 就是疫情下 COVID 噢疫情下 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對三角貿易在受到疫情下 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在於我們公司自己的 我現在經營的公司很利益 那我之前 我之前 那上次還沒跟老師討論過的時候 我就想說 可能是單一產品 後來我在想說 討論過後 我覺得說可能集中在兩三個產品 然後從這裡去做一個分析 然後去判斷他對 比如說這個疫情下的需求減少了 然後他們的 before and after 然後從這裡去做一個很大的一個 然後去做一個細數 那我就有在整理了一些 比如說他的訂單需求啊 還有他的跟車路討論過 他們的一些看法 然後我是想從這樣的點去切進去 因為你說在太多產品這樣放進來 會覺得好像很亂很複雜 所以我想說單從一兩個形態去分析 然後去研究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的方向會讓你這樣可行嗎 因為我應該不像是做量 應該是做質化 單純的就是從我個人的公司去研究 你基本上來講話是從你們公司角度去抓資料對不對 對 那你公司來講話也就是用商品的概念來談嘛 對不對 對 那你對他的影響要講話是說 其實要去談的問題是說 一般我講過就是說 你如果要去談說 對他的影響大部分採取都是一些回歸分析 一般就是一些回歸分析 所以你如果是對商品的銷售 你抓兩三個產品的話 那你的每一個產品叫做 假設有三個叫做Y1、Y2、Y3 就是你有三個產品的話 就是有Y1、Y2、Y3 那第二個要講話是說 你這三個產品來講話 本身你想去探討的問題要講話是 第一個你可以去設一個變數是說 這個商品以前的銷售額到現在 如果你有一個比較好的數據是說 你用每個月的這個商品的銷售金額 那有好幾年的資料 有好幾年的一個資料 那你用好幾年的資料 假設因為我們在跑一個回歸 你要注意就是 它一般正常要有30個樣等 那你每一季的話 你每一季的話 每一年的話才12個資料 那12個資料裡面 你大概要有3到4年的資料 就是一季的話有3到4年的一個資料 那就是有48品 48品的資料就夠了 但是你變成每一筆的資料裡面的第一個商品 也要有48筆的銷售 那每一筆都要有啦 每一筆來講話都要有 那接下來你要討論的是 第一個就是說 疫情對它有沒有怎麼樣的影響 那疫情來講話 那本身你設一個資料是 用一個時間點去設 就是從哪一年開始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有4年的資料 那後面的資料有一點的話都設為 設為1 前面設為0的話 那就可以比較說到底疫情來講話 真的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還可以設一些影響連公司銷售的一些變數 所謂的變數來講話 包括是說 你這個商品是不是從事三角貿易 是不是從事三角貿易 如果是你就是1 如果不是的話就是0 那這個也是你的一個變數 那一般變數來講話 事實上會受到影響的那一種話 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是不是打了一些廣告 一些廣告的資料 或者是說你本身來講話 在做一些行銷的策略等等那些東西 有沒有一些投入項 就是你在什麼 在你本身的 你們公司應該沒有研花的資料 沒有 但是你們公司應該有一些 營業上的一些成本吧 那營業成本跟哪些的銷售會比較有關係 可以把它當作變數 譬如說我剛才講廣告 廣告對 然後贊助或者一些贊助 對 你這樣的話就是公司內部的運作資料都有 包括三角貿易 還有你本身為了營銷 本身打了熱動機 還有你本身的這個疫情影響 這些變數都有了 那就可以考慮對了 對 ok 像我 你這個還是很明顯就是用回歸回型的 回歸回型嗎 但是你可能要把那個 因為你有公司資料好處是說 因為你本身的那個商品資料 如果能拆細出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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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可以做 我會去做 嘗試一下整的啦 然後再把老師說的一些東西 我再放進去 對 再去 因為我現在 你就是自己知道說 你還有哪些重要是影響 我營業的一些變數 而且會量化 對 對 一般我們都常從那個營業會用 打廣告那些東西 去招手 嗯 一般我們就比較不希望在做 員工對他的影響那些東西 因為那個比較沒有什麼意思 都做外部的一個比較大的 外部可能就是像疫情啊 或者是 國際的一些 變數啊 比如說 我們的 呃 所謂的什麼 像環保 對環保的要求 然後增加成本 然後 那個是成本 那個也是 或者是那個景氣指標 那個都是外在 外在指標 應該都可以納入 但是你不能設太多變數 因為設太多變數 你至於它就要拉長 你懂我意思 嗯 我知道 變數拉的 你變數設的越多 你如果設到什麼 你那個S設的變數 設到六七個以上 我會覺得 你那個 你那個什麼 凝度就要拉長 OK 四四八筆是對上差不多五個 五個差不多 五個變數 那如果你要多的話 你就最好再多拉 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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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老師 我會去做一個調整 好 還有 還有那個 欸 映如 欸 有沒有什麼想法 喂 老師好 嗯 我 因為我 我本身的話 是在那個外商企業工作 所以說我現在的方向的話 會比較傾向是在於說 呃 可能是在疫情後的外商企業 在台灣的一些銷售策略 然後以我的產業為例 或者是 是想要分析出一個趨勢 或者是怎樣 疫情後的在地化的 這樣子一個行銷策略的一個趨勢 因為我本身的產品的話 是 呃 國際品牌的電梯 對 然後其實剛聽完老師在講解的部分的話 呃 我多多少少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比如說像 比如說 呃 預期的效果的話 一定是銷售額嘛 但是它有可能的話 會因為現在 呃 很多廠商的話 呃 電梯廠商的話 會提供防疫產品 那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就是它的每個 變數而產生對 營業額的影響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只是因應疫情下 那產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說它其實是沒有數據資料的 雖然這樣子感覺起來 好像不是很適合去做 分析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我現在還在考慮說 呃 研究本身的話 它的一個 呃 樣本到底是要取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範圍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 呃 對應關係這樣子 對 就是你現在的 問題來講話 其實就是會 考在於說 因為你現在談的是 因為您公司是電梯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會想是說 疫情以後來講話 對公司的這種 啊 營業 來講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 一個好的策略去做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著重 尤其是要求策略這塊的部分 對就會著重在策略的一些分析 那你著重策略分析來講話 你本身 呃 我的想法有兩個 一個來講話是說 你要不要從 因為你這個資料 基本上也很難抓得到 對 那你如果資料抓不到的話 我會覺得說 你要不要問 同業的 或什麼樣來講話 或者是你的客戶 本身對於 這個 這個就是在 坐這個電梯來講話 本身 呃 去做問見的概念去做 就是你要把你的這個行銷策略 對 分成哪幾個部分 那去問問他們 本身來講話 會對你的公司 會沒有 比較大的 這個 這個影響性 比如說 我 我們需要 有一些 電梯來講話 有什麼樣的保護啊 或什麼 就是會不會從消費者的 這個角度去 去做 還是說從你的客戶端 去做 問見調查 因為你大概 我聽起來是找不到 數據 那你沒有辦法找到的話 我覺得就要朝 你的客戶面 去走 那你要朝客戶面去走 那最好的方式還是在做問見調查 老師 可是 我現在有一個 就是一個盲點 就是說 像我們這種 一般的話 是電梯產業的話 是B2B產業 所以說我們大部分 當然的話 我們的業主的話 是在於說 是企業面的話 它採購當然是價格最低的話 可是它最好的話 是包含什麼樣的type 什麼樣的選樣的東西的話 它都包含對它來說 然後是用最低價值最好的 但是所以說的話 相對的話 在於說銷售金額的話 他們也不會說 因為說 因此而賣這樣子的產品的話 會對銷售金額帶來說 較大的成長 但是這個反觀於說 在消費者面中 一般民眾的話 他當然希望什麼樣的東西 全部都包含進去 就包含未來的電梯的銷售 他都要一些防疫性的產品 所以說的話 這個感覺起來 好像就是用用常理的話 大概就可以推估了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只是說 是不是要必須要靠問卷來佐證 這樣子的一個判斷 還是是說 因為問卷的最終的目的的話 只是去解決一個說 有疑惑性的東西 然後去證明說它的顯著性 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談論一個議題來講話 如果你沒辦法去突破說 這個議題來講話 它的一個重要性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 如果顯得抑之的 就是這個明明一想就知道說 大家就是會這樣要求 那你做這個論文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 只是在驗證而已 那這個論文就沒有什麼太多意義 所以如果是這個顯而易之的這種 你大概想像是說 因為不同產業 產業來講的話 它就會比較多複雜性的東西 那就會比較多疑問 那如果你那個產業是電梯 就如同你講的 其實大家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很清楚了 那根本就不需要做什麼問卷 或什麼 因為答案就出來了 對 那你如果用這個去 用這個東西去做議題的話 你大概也不會讓你很滿意 不要說什麼 就是你做完你自己也不會滿意 對 所以我要是我也是不建議你朝那個方向做 對 所以你還是要去想說 這個議題 尤其在做電梯這個議題的話 是不是你真的 還會往這個方向 看起來因為目前這樣聽起來 我也是不會建議你做這樣的方向 對 所以說我其實的話 是有點在排除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以產品的話 去探討的話 其實很難去 就是 就像你說的 原本的話 英國關係 其實你就已經很清楚的知道的話 去做任何的 研究的話 好像其實是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的 然後所以說的話 我才會變得是比較偏向的話 是說是不是 疫情後的話 就是外商的話 在抬投資的一個趨勢呢 或者所以說我還在 釐清這個想法這樣子 嗯 好啊 你在想看看 因為 剛剛那個概念 如果是顯得逸資 我就覺得 我也不建議你去做那個方向 因為沒有意義 對 你要嘛 就是 朝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是說 疫情以後來講的話 其實外商是不是要有一些 不一樣的投資方式啊 策類啊 你再想看看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好像很多逃亡了 還有沒有 其他的問題要問 還有一點時間啦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要問 都沒有嗎 有嗎 有嗎 有就問 因為看起來一點的話 就是 呃 除了幾個還在想以外 那 目前看起來大部分都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 應該 應該還好 老師我可以去整理 去找出我那個 中小三角貿易的那些 相關的文章 然後再給老師看一下 然後再老師 教一些文 一些 對 就是說 如果大家這樣想 就是說 因為我不是 也論為一個群組嗎 對不對 那如果大家 想加入那個群組以後 到時候 在那個群組裡面 你的所有動作 就跟我指導的學生會一樣 就是我接下來 12點20的話 我就會 告訴他們 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因為 題目都已經設好 我就會教他們怎麼 找文獻 那 怎麼怎麼做 那 那 約時間 未來的話怎麼去做 那 即使你現在 還沒有很明確 也沒有關係 但是 就是 我會一直逼著你 去 議題 那些東西 把它弄好 那 接下來就跟大家一樣 一直走下去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 你 如果 希望到那個地方 就去 因為 對我來講話 因為 其實 我是已經習慣了 看那麼多東西 說實在的話 也很累 只是說 我已經習慣說 去看很多很快速的方式 去看很多的東西 所以幫大家節省一些 一些時間給 所以 你看嘛 就是說 希望的話 你要給我看什麼 或者什麼 一點的話就是 跟著大家一樣 一直走下去 那就 就一直走 那 在這個 在這個 之間裡面 我們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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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部就搬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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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No problem 了解了 謝謝 看看那個 誰 大家要加 就趕快把它 加到那個 群組去 我 建議是 大家都加 因為其實 第一 但是他們 同班都幾乎都加進去 而且 大家都跟著進度 再走 雖然有的指導教授 不是找邱老師 可是我覺得 那個老師的方法 也可以當一個 基本的 基本的一個 做法 然後再加強 指導老師的要求 對 對啊 就是 我想純金就會比較 純金也是後面 很後面才加進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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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做很多以後 純金才加進 對啊 他有一開始沒有找我 哈哈 其實我覺得到裡面 還是有一些壓力 我覺得會比較快 不然你自己做 就是怕那個 我覺得怕就是到時候 會有一些 一些問題 對 正宏 你就是把那個資料 那個 那個什麼 email給我好不好 他麥克風可能沒開 正宏 對 你就是把我剛剛講的 那些資料 再配上這些資料給我 那幾個變數 你還沒有嗎 那幾個變數 你現在這些變數來講 我都是那個 有一點是 比較偏向在那個 什麼 偏向在那個 就是 就是在能源部分的地方 所以 對啊 30比 你這個是按照業分 你用 我剛剛用 寄資料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裡面公司資料 你可以抓得到 其實對我來講話 其實這些都不是問題 我到時候的表格應該不是長這個樣子 只是說 你先放在Sale裡面沒有問題 只是到時候再告訴你說 怎麼樣把它整理出 我要跑的 跑的那個格式 這樣就好 你先做我剛剛講的那幾個指標 就是你的員工人數 固定資產 你的房間售物跟餐廳售物 對 幾年度 可不可以排在那個 排在那個 A、B南位裡面 對不對 C、D南位還講 會在排那個員工 還有排那個什麼 排員工 排固定資產 排 餐廳收入 就是顛倒回來就對了 所以這個 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要加進去的話 就加進去 一起動作可能會比較快 還沒有那個的話也可以 沒關係 慢慢想 就是反正 還是 我們會找時間 就是把那個時間點那些弄好 就可以那個 就可以一直往下走 那有的題目已經設好 等一下我們就 就告訴你怎麼 怎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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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 剛剛講幾點 11點 12點幾分 12點20 好 那12點20再見 好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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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要加 想要加LINE 跟Tips都要 想要加LINE 嗯 我現在加 等下看有沒有加到齁 你這個聲音也不會太奇怪了嗎 你少來 我加了 你看一下 我都加了 OK 加風你要不要加 好啊 不然我現在題目還沒有很明確 我進去旁聽 小薇可以加 沒有 我覺得可能定下來之後你要先去找詹老師吧 小薇也加一下 我把薇翔去旁聽 好啊 謝謝 是還有LINE群嗎 除了TEAMS還有LINE群對不對 對啊 好啊 浩陽跟加風 TEAMS我幫你加了 好 感恩 正好你的LINE要去同意一下 浩陽我現在加LINE喔 等等 好啊 我又不用自己主 浩陽我幫你加入LINE你要同意 好 已經有11個人了 其他人我就先不主動加 因為不知道其他人想不想加入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跟我 有啊有啊 陶哥有加入啦 有 他可能也想學一點東西吧 我的意思是說他可能想要抓一下論文的方向 可能這樣比較清楚吧 對啊 之後可能 可能老師會定那個就是 呃 固定的開會日期 對 等他就定出來 就應該會跟大家說這樣 那那那我這邊就先退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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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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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